大家好,正常呢我们养护君子兰的这个君子兰的珠型呢是非常的整齐对称 它的叶片呢基本上长短和宽度呢都是差不多的,没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如果你养的君子兰呢,它长短不一,然后宽窄不齐 就是呢出现一个有些叶片呢比较宽,有的叶片比较窄 然后呢有的叶片长得非常的长,有的叶片又非常的短 那么这个君子兰它整体的观赏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平时啊水肥没有供应足 如果你没有给君子兰及时的浇水和补肥 那么就会导致君子兰一直是处于一个净一顿保一顿的状况 就会导致呢它这个生长啊不良 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些叶片宽窄不齐或者是呢长短不齐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施肥和浇水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及时的浇水并且及时的施肥给它补充营养 因为君子兰呢是特别洗肥的 大家呢千万不要忘记的 大家在施肥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要薄肥勤施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夏季和冬季的时候一个管理不当造成了它的叶片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我们说一下夏季 夏季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这个君子兰呢很容易造成它土长 那么它这个时候长出来的叶片呢会比较长长的会比较快 但是呢就会比其他季节长的会长一点 那么就会导致它出现一个参差不起的状态 那么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要注意要适当的给它遮光 然后呢降温处理 这样呢它的叶片生长啊才会更加的对称 那么第二个说的就是这个冬季冬季的气温会比较低 那么如果气温太低的话呢 这个君子兰的生长啊会受到抑制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生长会比较缓慢 就比其他季节的这个叶片生长啊就会缓慢很多 其他季节的它长得会比较快 到冬季的时候长得会比较慢 就会出现这个叶片呢 长短不一参差不齐的情况 所以大家冬季在养君子兰的时候呢就最好移入室内 然后呢让它处于一个比较温暖的环境来养护 这样呢君子兰的叶片呢才会更加的整齐对称 到时候官场价值的也会更高了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